欸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們再次謝謝鋼琴 再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開場真的很辛苦啦 真的很辛苦 鋼琴的段子是不是真的很聰明 對吧 聰明到你們有點聽不懂笑 你在哪裡對不對 欸 你們不要這樣 我告訴你們 其實新竹人真的都很聰明 因為鋼琴是新竹人嘛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 我是不是應該先解釋一下 我老婆外遇的事情對不對 好什麼啦 好什麼 我還沒有結婚 狗屁 外遇什麼 好 OK 我要先講一下 新竹這件事情 是我一定要特別強調 因為我對新竹人很聰明 這件事情特別有感 我上禮拜去新竹表演 然後呢新竹廠廟 前面不是很多美食攤位嗎 然後我就去那邊排隊想要吃東西 我就看到有一攤 超級多人的燙麻糬 排了二三十個人欸 我就想 啊靠這一定要吃吃看 我一個節目要往前的時候 我就發現嗯 不太對 新竹人太聰明 他們排隊的方式 跟我們台中人不太一樣 他們是用眼神在排隊的 他們就是這樣 很亂喔 那個隊伍亂成一團 然後就是前面那個人結束了 他們就這樣 真的就換他欸 然後那個人結束之後 有一個人要前進他就 然後就上去了 這有件很嚴重的事情 我要進去排隊的時候 我在想說 幹我前面那個到底是誰 我 我走進去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 欸那個 你外地人對不對 我看起來很笨嗎 我看起來很笨嗎 莫名其妙 他們是用這種方式在溝通的欸 這樣就算了 他們連開車都是用意識在溝通的 因為新竹人開車太聰明了 他們不喜歡打方向燈 他們永遠都知道說 哇那個 新竹大家去過嗎 塞成一團 可是你看喔 就一堆沒打方向燈 可是這樣一左開 右開 左開 右開 就是不會發生車禍 很猛欸 超級厲害的 然後呢 我那天就是 我開車要進一個停車場 我想說 打個右轉燈 要轉過去的時候 對象有一台車就 就開到我前面來 然後就停下來 正常事情我應該要很不爽吧 我就拉下車窗 結果他拉下車窗 第一句就說 你外地人對不對 我瞬間嚇死 但我說 欸 等一下不對 外地人又怎麼樣 你開車沒有打方向燈 誰知道你要轉過來啊 他就悠悠的說了一句 你現在不就知道了嗎 我就 就這個 然後他車就開進去 幹 幹嘛 他就開進去了 被插隊 很不爽 所以我不喜歡新竹 我比較喜歡台北 台北人最可愛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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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在台北生活過十年 不要這樣 我真的很喜歡回來台北演出 尤其是這一次 這次回來台北演出 我特別的高興 為什麼 因為你們台北沒有停水 我們那邊那個停水 我們是公舞停二嘛 我們剛好就停禮拜四跟禮拜五 所以你們是比較幸運的那一群觀眾 對 因為我 昨天回去可以洗澡 我是洗完在飯店洗完澡才過來的 但是我跟你們講 停水不是 完全就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還是有好處的 就是呢 停水的那兩天 我可以保證我那天 絕對沒辦法打手槍 對嘛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好處呢 因為只要那兩天沒辦法打手槍 我就有兩個整天可以好好的寫段子 我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平常怎麼寫段子 然後就是電腦打開 書桌整理好 然後打開 開Word 然後過了兩個小時 乾白的 然後結束 我要學習半小時 因為上了年紀之後 那個回復的時間 對 學到久一點了 半小時之後 好 可以了 我健身要回來了 再打開電腦 Word 然後兩小時 Swag 一天很快就過去了 你知道吧 一天很快就過去了 好危險 而且 你知道這很危險的地方就是 我寫不出段子就算 我還很累 為了這個禮拜演出 我真的超級累的 為了要 讓這個禮拜演出 可以完整一點 所以呢 我後來我就跑去咖啡廳寫段子 想說到那個地方 就算我真的白紙我也不敢 對嘛 我就打開電腦 然後後面我就聽到 哇有一群高中女生在聊天 我想要聽一下他們在講什麼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促進我一些靈感 一聽不聽就算了 一聽我想說 哇天啊現在高中好進步喔 然後一群高中 閨蜜他們在討論男朋友 雞雞的大小 跟做愛的感覺 高中欸 然後呢他們討論的方式就是 哇我男朋友雞雞有多大 怎麼樣怎麼樣 有一個最離奇 就有一個人就忽然就聽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你們全部聽一下 聽我說 然後他們就 我上個禮拜 跟我男朋友終於做了 然後他們就 很像是很怕咖啡廳的人 都聽不到一樣 哇哇 大小 開始聽了 然後他說 我跟我男朋友做愛 上個禮拜我跟我男朋友 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們兩個人都好緊張 我真的很緊張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哇但他真的很溫柔 但他真的很溫柔 他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然後就河摸我啊 然後幹嘛 然後接下來他就 但我真的很痛很痛 然後他就說 寶貝沒關係 我會慢慢來 然後他進去說 哇真的痛死了 真的痛死了 然後他們就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我就開始感覺比較舒服了 那他們就問說 欸那最後呢 最後男朋友表現怎麼樣 他說 我們男朋友那天表現還蠻好的 而且蠻持久的 聽完到 聽到這裡我就超級不爽 我說等一下 不可能 有哪個男生的第一次是很持久的 你搞我騙 騙我是促男是不是 莫名其妙 真的太莫名其妙 而且這個地方很奇怪 就是女生真的會聚在一起討論 就是跟男朋友做愛啊 然後第一次到底長怎麼樣 男生都不會討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群男生 假設今天現場二十個男生 我們來討論說 大家第一次做愛 感覺怎麼樣 早些的舉手 哇幹 十九個 剩下是法婚的那一個 就是這麼尷尬 但我覺得現在實在進步很快 我們現在剛剛講 看A片幹嘛 什麼都很進步 我跟大家講 像我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 不但沒辦法看A片 就是根本就沒有A片這種東西 我們連看電影都很辛苦 我們那時候看電影呢 也沒有亞裔影音這種地方 可以租錄影帶 因為地方我們家太鄉下了 所以我們家都是有一台發財車 然後載著一堆盜版的錄影帶 然後就開車開到我家門口 然後你要租什麼就拿一拿 下個禮拜你再把這些錄影帶還給他 他清點完之後 你就可以租下一次了 然後有一天情形是這樣的 就小火車開來 哇好興奮喔 就趕快把錄影帶收一收 拿去給叔叔叔 叔叔叔 這是上禮拜的袋子 你點一下 沒有問題的話 我要租下個禮拜的人 然後那個叔叔就開始點 西隆珠城市列的 亂碼二分之一 滴滴 你有一片沒有還喔 怎麼可能叔叔 你去問你爸爸 我就好 爸爸爸爸 叔叔說你有一片沒有還 寶貝說怎麼可能啊 有沒有啦 沒有沒有啊叔叔亂講 我媽媽在那邊就說 是哪一片沒有還啊 趕快人家在等了啦 我爸被罵到 就只好悠悠的從那個櫃子的罪裡面 然後拿一片錄影帶給我 你去幫我 拿起來看 屋頂上的兔女郎 我爸口味好重喔 我媽這時候會叫 啊是哪一片沒還啊 媽 是我的七龍珠啦 拿出去還 晚上我爸就來敲我的房間門 叩叩叩叩叩叩 然後進來 嘿 爸 什麼事 今天那個錄影帶 今天那個錄影帶 你不要跟媽媽講我有住可以嗎 爸爸我有一個條件 你說 爸爸 就是那個報紙上有一些奇怪的電話 0204開頭的 我上個月不小心打了一點點 爸爸真的只有一點點啊 就是我有點好奇 我有點好奇 我真的只有一點點 你可以跟媽媽講是你打的嗎 好啦 然後下個禮拜電話帳單來了 電話帳單來了 我媽就拿著帳單 兩千多塊到底誰打的 到底是誰 你們打了什麼電話 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小時候那個年代的兩千多的電話費 大概現在一萬多塊 到底是誰打的 到底是誰打了什麼電話 我爸就看 兩千多塊 我打的 我開啦 都我打的 我就想說聽一下那個 前面大概會說什麼東西啊 我就打了幾次 就想說 聽聽看啦 聽聽看 聽聽看啦 聽聽看 我媽就 你這個不樹櫃 下流不要流 一直罵一直罵 罵完 然後我媽就有不爽 關房間門 然後進房間去休息了 等一下我擦個汗 我媽去睡覺之後 我爸又敲我房間門 這次就很急 就衝進來了 也不等我硬 爸 這怎麼了 兩千多塊你怎麼打的 你到底怎麼打的 爸 對 對 對不起 那 那怎麼辦 爸怎麼辦 以後不要再打了 沒有關係 但是爸爸跟你說 以後爸爸的錄影帶 你都要幫我還 好 好啊爸爸 但我有一個條件 我也要看 我也要看 我後來想想說 天啊我其實是一個 蠻會談判的人 很會做生意耶 跟Social一樣 跟Social一樣 很會做生意 所以我們都開倒了 一間喜劇俱樂部 不一樣的地方是 Social現在開始賺錢了 我還沒 我還沒 好 今天段子有點中 我們聊一些 最近發生的事情好了 台中還是有好事發生的 台中最近那個捷運已經蓋起來了嘛 就是終於有捷運了 我終於覺得 我精神到跟台北一樣的都市 我們是有捷運的地方了 但我坦白跟你們說 捷運對我們 一點影響都沒有 因為捷運都是你們在搭的 台中很不會搭捷運啦 但是我很害怕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把那個搭捷運的惡喜 傳到台中來 我很怕你們搭捷運的 我很怕我看到那個捷運的手扶梯 一堆人都給我靠右邊站 真的 就是那一天週末 我就看到這個情形 就是本來就是一半一半喔 然後後來開始變成 七成的人靠右邊 剩下這三成就 全部都靠右邊站 幹嘛你們沒有做錯事情耶 莫名其妙 而且不是很早以前就在講 就說捷運不用靠右邊站嘛 那我覺得真的很奇怪的是 你們捷運靠右邊就算了 去百貨公司為什麼要靠右邊站 很奇怪耶你們 但我知道這是因為 習慣影響了你們的一些想法 就是習慣會影響你的行為 就像有些人早上起床 一定習慣要喝一杯咖啡 不然他覺得哇整天沒精神 整天沒精神對吧 就是有這種人 就是習慣影響他的所有的行為模式 他就習慣要做這件事情 我女朋友就是一個被習慣綁架的人 他很習慣用手寫筆記本 他只用手寫筆記本 現場有這種人嗎 不敢承認對不對 好我女朋友就是一個 喜歡手寫行事曆的人 然後我每次看他睡覺前 在那邊寫半天寫好久寫好久 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不用Google啊 他聽到我這句話 整個抱著就把眼翻到後腦勺 然後就從他的包包拿出筆來 然後就開始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 這隻是紅色的 我用紅色寫我跟你的行事曆 我用藍色的寫我跟公司的 綠色的是寫我跟家裡的 紫色是寫我的心情 然後我這樣我一打開我的行事曆 我就可以螢幕了解很清楚很多顏色 看到我的行事曆 但有一些人的習慣 有一些人的習慣 就是會影響到別人 習慣遲到 習慣遲到的人 而且習慣遲到的人很奇怪 就是你不管怎麼跟他約 他都永遠可以遲到 你已經提前半小時了 他還是遲到 你已經在騙他的 他還是可以遲到 不管怎麼樣他總是可以遲到 你真實要跟他約的那個時間 然後他欸 再往後十分鐘他才會出現 對嘛就是有這種人 我朋友的老婆 我的朋友不姓范 我朋友的老婆呢 就是一個很喜歡遲到的人 我朋友就這樣跟我朋友 就跟你講 我每次跟我老婆約 他每次都會遲到 我說哇天啊 你怎麼跟你老婆約的 為什麼他每次都遲到 我每次都問他說 到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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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就說 那我先到囉 我都沒有反應欸 我喜歡這個段子 我自己覺得很羞恥 這樣演個 我聽說覺得有一點難過 但我就跟他說 范先生 啊不是 你老婆不是遲到啦 你老婆真的沒到 好啦我再次分享最後一個 我覺得就是習慣影響一個人 很多的 就是呢 大家會看到其實我們 現在很多餐廳會有什麼 重慶水煮魚啊 香菜啊 然後很多都是 就是可能是 新住民就是 陸配過來開的嘛 然後呢他們都會強調說 我們東西就是正宗 我們那邊的湖南川菜啊 什麼東西 我今天中午就去吃了一家 然後呢我去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我強調說 我跟你講台灣的東西就是不好吃 我們這個才正宗 才好吃 才怎麼樣 你們台灣就是什麼 怎麼樣怎麼樣一直罵 然後我們那邊的東西就是好 什麼什麼什麼 我老實想說 我真的有點生氣 你搬過來幹嘛 但後來我沒有說出口的原因 是因為 我就說啊算了啦 就是我可以理解 就是他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習慣他老家的味道 他只是想念他老家 但是呢 他現在呢已經習慣台灣了 對他已經習慣台灣了 他已經習慣台灣可以有自由 所以他離不開那個地方了 我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是龍哥 在台北演出其實真的蠻好的 就是我想一下 為什麼會重複這句話呢 因為我忘詞了 我很大方的承認 我就是忘詞了 好我要想一下 我想起來了 回來台北演出 有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後因為沒有 因為有水嘛 好我可以往下走了 我想起來了 好 剛剛那一段請你們跳過齁 淋巴也可以剪掉 沒關係 我們現在正式進入 我本來要講的下一part了